阿根廷球王梅西 日前带着家人到沙地阿拉伯旅游 结果却错过了所属球会 巴黎圣日尔曼的训练 结果引发了轩然大波 甚至还传出双方在夏季之后将会解约 而面对不利的传闻 梅西星期五打破沉默 在社交媒体发布影片 郑重地向球会跟队友们道歉 并且愿意等候处置 传着西装的梅西在影片当中 神情严肃地解释 他误以为新球会在赛后 同样会有休息日 因此才会安排全家到沙地旅游 但是却没想到有日常训练 他还澄清说 这次的旅程是早已经安排好的 据报道 未经许可缺席训练 球会方面决定对梅西祭出 停赛 停训跟停薪的处罚 长达两个星期 关注决定对梅西祭出 第二次的旅程是 同样会被说明天外期